二代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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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早上的車是替打 替打的話 直播的影片有點狀況 所以改天我們再PO 那下午的話是二代馬三 這台微笑馬三 底盤跟Focus其實是共用的 就是跟二代 三代的Focus的話是差一點點 就跟Focus的底盤一樣 前方的話是賣花層 這個應該使用了蠻久的一段時間 前方是賣花層 那上座的話 KT的話就有附一個新的上座 所以上座的部分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原廠的 這個是 它的仰角的話 算是插入式的仰角 跟Focus一樣 那到了四代 你到了四代馬三之後 三代跟四代之後就不太一樣 就不是這種仰角 就是鎖兩顆螺絲橫向的那一種 所以這種的話 只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當你裝好之後 它前輪的Camber 前輪的Camber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因為仰角的被固定了 上座的話也被固定了 除非前面上座的話是改成 這個角度有一個 火圓孔的 可以移動的一個位置 那個的話就叫 可調式的魚眼上座 所以改了可調式的魚眼上座 前輪的Camber才有辦法改變 就像經理之前開的Golf一樣 如果沒有改魚眼上座的話 它的前輪角度 在賽道當中的Camber角度是不夠的 所以如果啦 有比較激烈操控的需求 像這個上座 或者是Golf之類的 像這種配上這種仰角的 就建議要改它的魚眼上座 才有辦法做Camber的角度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這隻好像肉油 這隻有肉油 這個應該都已經使用滿長一段時間 那後方的話 後方的話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不是像四代的話 就變成是拖一臂的 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可惜的 因為像馬三 像給我們的感覺 給車主的感覺 就是它的性能上 是比一般的 其他的車款的操控 還要來得好一些 那當然啦 拖一臂的系統 不是說不好 可是在操控上 總是有那麼一點缺陷 可是如果不是激烈操控的車主 或者是沒有將車壓到極限的話 那倒是分辨不出來 拖一臂 或者是這種比較好懸吊的差異 那後方的話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黑T有附新品 所以前面上座 後面上座 都像這個有一點損壞的話 都不用擔心 因為全部都換新品 萬一一雙讓車有異音的話 就不是什麼原用原廠上座的問題 就是KT的問題 所以這個上座的話 都是有附新品的 那後方的話 這個彈簧的規格 KT打的是跟Focus是一樣的 它的這個上部的橡皮 記得喔 如果影片中有技師在看的話 這個上面的這個橡皮的話 是需要拆下來的 KT就已經有附一個上面的橡皮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裝在車上的樣子 這裡從下方這裡拍上來 應該可以拍到一點點黑黑的 上面的話這個橡皮 上橡皮的話 KT有附新品 然後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後面彈簧的配置 是配置180長6公斤的規格 那這一台車一樣 在夏斯璧的內側 一樣有一顆螺絲 它是可以調整後輪的這裡 在這個地方 這顆螺絲是一個偏心螺絲 可以調整後輪的投影角度 那Camper角度也會微幅改變 如果啊車高沒有降低特別多的話 那也會建議就改個竖腳 那如果降低幅度比較大的話 就建議仰腳加竖腳一併改裝 因為仰腳調整器的話 它是只改了這一支 這支好像一個彎月形的 它的改了之後 這裡的角度 白臂的角度啊 就能夠改變 所以後輪的Camper角度 就能夠做一個 一個調整 調整出一個不磁態的規格 那桶生的話比較簡單 桶生的話在 在上座的下方 因為它的後面啊 是沒有空間可以做調整的 要戳一個洞 做一個洞太麻煩 所以我們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設一個 類似可以調整 軟硬度的一個旋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一個 桶生方針 專用的方針套 它的密條度相當的好 後面的話注意一下 它的桶生啊 不要說得太短 說得太短 彈簧就壓縮住了 就不好做 好 我們後來介紹前方 前面的話 上座在這裡 上座的話 它本來是一個母孔啦 那改成 KT變成一個螺絲之後 又會附一個螺帽 跟華絲 讓它可以做鎖附 這一個 如果沒記錯 應該有分1.6 跟2.0 升的音質 屬尼的部分 從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從這裡 可以做軟硬度的調整 如果鏡頭拉近的話 可以看到 KT在這個地方 它不會晃動喔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防水塞 這個黑黑的 這個就是防水塞 它可以防止水氣 滲漏到裡面的軸心內部 好 那阻尼的調整 左邊跟右邊 記得要對稱喔 那前方的話 配置的是180長7公斤的規格 油管固定架 這裡本來有一個配送塊什麼之類的 這個拿掉喔 然後 它的 煞車油管就固定在這個地方 這一個扣具 本來它是凹進去的 那如果要固定在這裡的話 這裡 這個凸起來的地方 稍微敲一下 雕一下 讓它平整之後就可以 跟離載串 鎖附在這個 離載串的固定點上面 那離載串的長度啊 用原廠的就好了 這個設計的話 不用再多花錢買可調式的 或者是買 強化的離載串 那沒有必要喔 如果原廠壞掉 就換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如果覺得原廠的離載串 太貴的話 換副廠的也是可以的喔 這台車的離載串比較特別啦 它離載串的後面的厚度喔 比一般的還要薄一點點 如果換太厚的話 就有可能啊 在轉向的時候有可能磨到 所以這個建議啦 還是用原廠的規格 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比較不會有問題喔 那前方的話是賣花層 所以前方的齒輪狀的托盤 安裝完畢之後啊 記得要把它敲緊 那這台車我們銷售的狀況相當的不錯喔 在北區 北區或者是桃園 或者是我們中部的 飛魚底盤寄演那邊 中部的經銷商喔 那裡有跟這個車 一樣的車款的底盤呢 可以來試乘喔 中部的飛魚底盤寄演 或者是我們南部也有許多的店家 可以幫各位來做一個試乘喔 甚至是安裝的服務 如果啦 有想要試乘 或者是有經理 剛剛遺漏到介紹的地方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啊 跟我們小編聯絡 OK 以上是今天馬自達3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